柴湾华人永远坟场最近招聘通宵保安员 招聘是列明中情行人运动人士可或优先考虑聘用 人运动这项奇怪的运动名称 引发网民热议做同揣测 不少网民估计是和步行有关 行就keep住有气 千奇无好做低 有应征该职位的网民向星岛调透露 有向资方查询 一问道该工作的该网民特别查问 通宵保安过去资方对此均有意依回 双方对话截图建以下图级 负责柴湾华人永远长的保安公司 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帖请坟场夜兼职保安 负责坟场内第一第二集第三零辉格 深夜保安虽为兼职 但招聘要求每周返五天 每当值十二小时 时间为晚上七十至早上七十 最特别的是职位列明 喜欢行人运动优先考虑 招聘起适应 网民热议 有网民形容该职位是正宗严罗王家 鬼要 又担心巡逻三个零辉格 工作辛苦 要知零辉格一和二有反干上下距离 一个人行晒三个辉格 都好辛苦 重要夜晚不断行 有网民又职工虽未兼职 但却要反五日 每日十二小时 与全职无异 不过 最多网民揣测职位中列明的行人运 是什么 行人运动点解 有网民认为是只喜欢步 行就keep住有人气 千其无好做低 不少网民有不同 莫猜测 有网民孤视仙人运动 一级对坟场仙人抗拒 有网民则孤视 请喜欢行诗人士戏吗 喜爱 灵人士可以去建功 从长之下必有勇夫 在留言 有网民只有去应征 该网民向星岛头条表示 有 问工作 另外就一有查问 该网民又特别问该职 有关问题都获资方一一回答 有关资方解答的 画截图 见上列图集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